魏英一边听一边感叹 不愧是名扬百家的双臂之一 这长相 这身段 这修为 这记忆 蓝湛他被世家放在神坛上供门生弟子摩拜 确实是实至名归啊 不过魏英也只是在最初时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很快就沉浸到琴音之中了 蓝湛不是单纯弹奏 而是在琴曲之中加入灵力 效果甚佳 毕竟一向最喜欢脑子乱转的魏英如今心神清明 居然伴着琴音入定了 于修士而言入定是难得的机缘 异曲终了后 发现此事的蓝湛思索片刻就继续弹了起来 这次就不需要这么高难度的喜华了 普通的清心音即可 等到魏英从入定中醒来 居然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 蓝二公子就这么弹了两个时辰的琴 魏英看着把手缩进袖子中的蓝湛 有些担心她的手指是否受伤 连带着自己修为精进的快乐都消散了不少 蓝湛你手伸出来给我看看吧 我这里有二哥配的上好的商药 我给你涂一些吧 习惯了魏英没脸没皮的蓝湛 有些诧异她的细心 不过她从前学琴之时也是经常一练一天的 如今不过是有几分红肿 比骑手来说 连续两个时辰用灵力入琴音 其实对经脉的伤害更大一些 魏英虽然聪慧 可她不懂蓝湿修行的法门自然不清楚 不过这些就不用告诉面前担心的脸色都变了的小公子了 我无事 嗨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啊 给我看看又怎样 魏英一把抓过蓝湛的手 细细查看了一会儿 看着刚刚白玉湿的手指如今红肿的样子难过极了 自己为什么要入定这么久啊 都怪我 我就不该入定这么长时间的 蓝湛你的手肯定很疼吧 我给你上药 魏英把猛住了的蓝湛推到座位上做好 掏出聂怀桑特意给她配的灵药 她日常做研究时免不了会磕着碰着 这可是聂怀桑和聂明绝花了大力气配制出的商药 就是放眼 整个修真界也是难得的上等救命灵药了 没有防备的蓝湛冷布丁被人抓住手按倒 一时间没了反应 再听着魏英唧唧喳喳的自责更是好笑 还有人嫌弃入定时间太长的 看着魏英如临大敌式的细细把自己的每根手指都涂满了药 嗅着空气中弥漫的清苦药气 感受着刚才有几分火辣的手指如今已经一片清凉 蓝湛自然会在心中估算商药的价值 不过这等灵药用在自己连皮都未破的手上 一向不喜欢多事的蓝二公子不免觉得魏英有些大惊小怪了 只是看着一脸认真的魏小英 蓝湛默默地把话咽回了肚子了 他有预感 说了魏英也不会听的 算了 忘记 你的手怎么了 蓝启人收到聂明爵给魏英和聂怀桑的传信 来进书室找人 却闻到侄子满身的药味 看着他缩在袖中的手担心地询问 蓝先生 都是我的错 蓝二公子 他是为了帮我才伤了手的 魏英愧疚地上前道歉 蓝湛一看就是姑苏蓝氏 娇羊长大的小公子 如今却被自己害得受伤了 还有西辰哥哥也是因为自己和怀桑被免出去历练 自己流浪那么多年 外面的日子哪有那么好过的 只是弹琴过久 无事 蓝湛看着魏英难过的样子和蓝启人担心的表情 罕见地多说了几个字 蓝启人听到这里放下了心 以前忘记初学琴之时 双手也经常红肿不堪 不过这是必经之路 只能忍过去 不过近几年倒是从未见过了 不知他今日是弹了多久的琴 如此便好 你们俩不是来看书的吗 怎么听着像是弹了半天琴 魏公子入定 忘记帮忙而已 才没有蓝湛说得那么轻松 蓝湛他连续不停地弹了两个时辰呢 还用了灵力 魏英一着急也顾不得喊蓝二公子了 蓝湛偷偷看了他一眼 用了灵力 蓝启人惊了一下 慌忙去探蓝湛的筋脉 还好 忘记你今日回去 须得去冷泉休息一个时辰 晚间记得泡药浴才行 魏英想要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蓝启人和蓝湛都闭口不打 蓝启人把聂明爵传来的信交给魏英 叮嘱他研究之余也要注意休息就走了 藏书阁内又只剩下了魏英和蓝湛两人 蓝二哥哥 我觉得喜华效果很好 不过依你的灵力修为都这么吃力 那蓝氏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这项工作了 而且这首曲子是不是很难啊 是你们家的绝学进曲 不能外传的那种 蓝湛听着魏英口中不识变化的称呼 感觉有点不适 哥哥什么的 也太亲近了 不过魏英问的是正经问题 他还是回答了 喜华休息不易 若为旧人可外传 沉思片刻后 他接着说道 我可前去清禾为虐宗主弹奏 那也不妥 还是应该弄个什么东西 可以把声音存储起来 循环播放才好 魏英陷入思考 做个留音符 可是留音符不能传递灵力啊 而且也不能循环播放只是一次性的 可用传音备一试 啊 魏英猛地听到蓝湛的声音才反应过来 自己把心里话又说出来了 传音备 那是什么东西 一次叶猎所得 稍等片刻 传音备是他去年在海边 为一个渔村除碎时偶然所得 没有什么攻击力 放在耳边时能够听到海浪翻涌之声 只材质特殊可以存纳灵力 是渔村的孩子们为了表示感谢送给他的玩具 他业列得到的东西 若是价值高的都放进了蓝湿藏宝室 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倒是都规规整整地放在静氏的侧间 蓝湛起身想要去静氏拿来给魏英试一试 蓝湛你去哪儿啊 魏英见他要走 急忙拉住他的衣袖 静氏 蓝湛扯了几下没扯开 只能回答 松手 我去拿传音背 哦 静氏啊 魏英不好意思地撒开手 还用手抹了抹被自己抓皱的位置 笑嘻嘻地说道 你住的地方吗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说完也不等蓝小湛回答 自己就走在了前面 还连连回头催促蓝湛快点 竟是一向是蓝湛的私人领地 除了蓝西沉 别人甚少踏足的 如今这个只见了两次的人 就要登堂入室了吗 蓝湛有些拒绝 只是看着前面那个欢快的背影 默默地跟了上去 竟是那陈设甚简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折屏上工笔绘制的流云 缓缓浮动变换 一张琴桌横于平前 角落的三足香脊上 一尊镂空白玉香顶 土露鸟鸟青烟 满是都是零零的檀香之气 蓝湛 你这房间也太干净了吧 好香啊 我闻闻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 卫英说着说着 就凑到蓝湛的身侧 探头深深地吸了口气 唬得蓝湛连退好几步 险些跌倒 卫英还是第一次 见到蓝湛这么大幅度的动作 笑着打去 嗨呀蓝湛 你也太金贵了 闻一闻都不行吗 你又不是小姑娘 还是说原来这不是蓝二哥哥 是个蓝二姐姐呀 卫英 哈哈哈哈 蓝湛你终于叫我的名字了 一直叫魏公子多别扭啊 以后你就叫我卫英 我叫你蓝湛 不我叫你蓝湛 我叫你蓝湛 我想说我 ganz试一下 我叫你蓝湛